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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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溶解在水中 现在我加入的是盐 然后继续不停的搅拌 现在我给大家看我是如何腌的猪排 这里很重要的是猪排 要在盐 黑胡椒粉 小苏打 料酒 姜 蒜 洋葱 香菜柠檬里边 要把所有的料汁 大蒜啊 姜啊 洋葱啊 香菜柠檬 全部用手碾碎以后 加入到猪排里边 然后最后加一点点水 一定记得在冰箱里边放两个小时以上 然后在这个糊糊里边沾上糊糊 好了 放置一边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蛋黄酱 蛋黄酱其实真的很简单 自己家里做也很放心 没有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 一个蛋黄 一大勺柠檬汁或者是白醋 盐和芥末酱 最重要的亮点就是油 所有的食材调匀以后慢慢的加入油 我在今天我犯了一个错 我在试做的时候 一般我每一个食谱都会试做两到三次以上 在试做的时候 我是用用搅拌器 电动搅拌器搅拌的很快 现在呢我是用的是厨房的打蛋器 我大概打了有六分六分多钟 现在大家待会就看到这个蛋黄酱慢慢的变厚了 现在看到没慢慢变厚了 这个就是油和蛋黄组合以后 油加入蛋黄组合以后 就会变成的是蛋黄酱 好现在我们把大排 大排有放上大排 两面都包上面包粉 然后用手稍微按一下 让面包粉全部沾在大排的糊 面包糊上 糊糊上 然后在在160度左右的油里边 油温不能太过高150到160度 第一个一分钟 千万不要去动它 让它在油中固定 它的面包粉在油中固定以后 然后每一片再翻一个身 一直到 煎到两面变黄为止 然后捞出 最后再油温190度 还要炸一次 很短的再炸一次 然后这样的话 大排外酥 很酥 里边的肉又嫩又多汁 完成啦 炸猪排 太好吃了 这个蛋黄酱 自己做蛋黄酱 也非常好吃 大家看到 里边是软软的很嫩的肉 外边是脆脆的 非常棒 如果你喜欢这一道炸猪排 我的视频下方有所有的菜谱和用量 如果你觉得很缠的话 可以试一下 好 那我们下周四再见 谢谢你的支柱 谢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 再见 谢谢你 谢谢你 Heming 在这边 还有 顺从